主席 我請主委跟農委會愉悅署的署長 沙署長在嗎 來請主委跟署長 主委好 應該叫你老師 我在台大念書 你就是我課外活動組的主任 那我想說學生在這邊質詢老師 如果待會在雨釣上面有所造次 你就稍微海涵 但我出身漁會總幹事 我必須幫我們這些漁民來講一些話 主委 待會如果你清楚你就回答 不清楚就請沙署長回答 是 台日漁權談判 你認為會有結果嗎 我想我們在這個月底 希望在月底裡面 至少要保持現在的樣態 就現在的樣態 也就是沒有 跟第17世的會議幾乎一模一樣 這個還沒有確定 現在是密集幾乎 到目前為止 每一個禮拜 每一個禮拜在台 第二次的預備會議 這樣看起來感覺上 日本也沒有浪步啊 我想好像陷入膠著啊 是不是 主委 如果你清楚就回答 不清楚我想請沙署長來回答 署長 我們派誰去談 目前我們署裡面是 遠陽組的副組長 然後帶一個科長跟一個科長 那組談 那我們是由駐日代表處以外 亞東關係協會有派人去吧 亞東關係協會有 誰去 是張仁九參事 參事 在我個人感覺 你認為今年的 台日漁權談判會有 比第17次會有 突破性的進展嗎 我覺得這次是機會蠻大 蠻大 但是還是要看最後的結果 你認為蠻大的地方在那裡 比以前更突破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漁民可以進入到 釣魚台附近海域實際作業 我想 不會被驅離 不會被驅趕 不用用陸雨的方式來辦理 你所謂的突破是哪一個 你個人主觀的認為 突破是哪一點 我想這樣子 釣魚台 台日漁權談判 釣魚台是一個主要的重點 另外一個就是 周邊海域是 重疊的海域是一個重點 是 那因此是兩個方面的 在同時在談 那你認為跟過去 希望說 你認為會有進展的地方是哪裡 能不能具體化一點 我想這東西因為談判的時候 隨時都在改變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 我個人感覺不會有進展 我記得在去年 當我們駐日代表沈思純 跟國防外交委員會說 他急著要回日本去 因為要去處理所謂的 漁權談判 我請亞東關係協會 到我辦公室 跟外交部大家來談 全部的亞東關係協會 沒有一個人曾經參與過 第一次到第16次的漁權談判 除了一個副組長以外 沒有經驗 沒有經驗 甚至我在外交委員會 你也在 不管是亞東關係協會的秘書長 副秘書長 對第一次到第16次的漁權談判 所有的內容都不清楚 他跟我說 主談是誰 是我們漁樂署主談 但我看今年的態勢 日本到目前為止 不願意讓步 不願意鬆手 但四月開始 大概清明以後啊 黑尾魚季節就要來了 我們所有的漁民 北台灣的漁民 要開始進入到整個 釣魚台附近海域作業了 衝突即將 一觸即化 你曾經出席針對這個問題 有沒有去模擬過 萬一我們的漁民跟 日本 他的船 強制驅離 這種萬一發生衝突 當我們還尋俗 呼籲的船 來不及的時候 那怎麼辦 署長 在國安高層會議裡面 有沒有模擬過這種狀況 是跟林委員報告 從去年你的質詢以後 我想外交部跟漁樂署 就非常緊密的 做很多的演練 那外交部大概 也有特別專定指定人員 特別了解所有的狀況 那漁樂署也盡全力的在 在模擬 那所以剛剛您指證的說 有關這個有沒有模擬 當然有模擬 那今年四月份馬上就要到 是 那因此在這邊很簡單的說 如果說是沒有進展 就是維持現狀 是 那維持現狀的情況就是 漁船作業到哪裡 我總統也先宣示過的 就是 我們的海巡族的船 就到哪裡 對 那漸定執法線之內 我們保障我們漁民的這個 那再假設一個狀況 是 海巡族的船也去了 日本的 他整個監測船也去了 那外地發生衝突了 如果有一個狀況 大陸 海巡船協助台灣的漁民 擊退了 日本的船 那怎麼做處理 有沒有模擬過這種狀況 我想 林委員講的 就是這個東海 非常 詭曲的一個局勢 目前就是這樣啊 對 台日雙方面 現在美國壓制台灣 說兩岸不能聯合保調 因為美國要支持日本 不能讓日本 台灣 導向日本 讓日台 抗中 所以最好 在整個美國的戰略利益裡面 他要把日本牢牢的抓住 但是要不能讓台灣去跟大陸聯手保 所以美國可能就施壓報紙寫著施壓台灣 日本去年 在選舉的時候 就用所謂的要跟我們揮護 娛權的談判 把他們騙 就騙我們 來來來來談來談來談 談到線路裡面也沒有結果 他到目前為止 只要不承認所謂的娛權爭議 這個問題沒解嘛 署長你是內行人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來講 大概台兩國對這種局面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們也都希望在余計之前 能夠有一個 那我們總統既定的政策 兩岸不能聯手互語 是日本既定這個 所以你也搗亂不起來 我就不跟你談成啊 他就不跟你談成啊 那我們的漁民到這邊去 大陸的海間船 比台灣的漁業 海巡族派去那個所謂的 護雨的船又大騷 那萬一 他主動 主動 來協助台灣漁民 來護雨 我們總不能說 你不要來啊 你不要來啊 漁民要的是說 我真正能夠在海上 捕捞到漁獲嘛 你我都很清楚 我們的船在索馬利亞被 海盜斜持綁架 勒索 兩岸 包括漁業署外交部都很積極 連中國大陸大使館也都很積極啊 我所側面的了解 好幾艘船是中國大陸出手箱就回來 還把油加滿讓你開回台灣啊 所以這個東西裡面 萬一發生這種狀況的話 美國挺日本押台灣說 站在整個他的戰略利益 我們不能連折保掉 不能呼籲 日本仗著美國這樣 一直跟我們虛以為神 從去年預備會議不願意談 到現在談也沒有結果 他選完了 跟委員報告 這個 4月份 預計到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大家都不希望 發生 像剛剛所描述的那種情況 所以 現在正在加緊的談判中間 連日本的NHK 這兩天都說 台日預選談判 不會有實質進展 因為談判的中間過程 目前還沒有辦法對外公布 所以 我個人感覺我滿慈悲觀啦 我也替我們這些漁民感到所謂 很可能在國安 整個戰略利益 要慎掉漁民的利益 我們一定是維護我們漁民的權益的 我們怎麼樣在平衡感 在整個日本跟中國大陸之間 取得我們最大的利益 這是我們要考量的 署長 如果 你出席國安會的模擬戰略會議 他們不要低估 只一外顧了美國的利益 而犧牲了台灣漁民的利益 到時候台灣漁民反彈 甚至你只要 請您請說 從這個總統開始 一再地強調 就是主權要維護 漁權也要維護 所以這一定是同時會 我同意啊 談得下來 在連俄國的海洋法公約 其實日本不是沒有跟韓國 跟大陸談過這個問題嗎 日本可以跟韓國跟大陸談過 在聯俄國海洋法公約之下 用所謂 維持享用國際利益的臨時性安排嗎 我知道你很清楚嗎 這次也是在談臨時性的安排 但是臨時性的安排 有一個前提是什麼 我你我考你 臨時性的前提安排 有一個東西是什麼 就不改變你最後的 最後的這個主張嘛 但是 什麼主張 就是不管你主權 雙方都還是 最後還是主張主權自己的 但是必須要達到妥協 你這樣講喔 大家聽不懂啊 就是日本必須承認 調導主權是存在爭議 比你講得還清楚吧 日本必須承認 調導主權的存在 存有爭議 才有辦法達成這個協議 台日雙方 在他的協議裡面做下聲明 日本不願意啊 日本有美國停啊 有我們總統講說 兩岸部的聯合保調啊 放在那裡邊說 憲憲委員報告 總統也同樣講過 我同意啊 憲憲的各國都要一起合作 他念自在是一定要呼籲 但事實的狀況 萬一談不下來 馬上四月清明 我們都已經清明 前後大概就忘了 季節開始要捕撈了嘛 這個問題一定會解決 你講的喔 怎麼解決 剛才講說 最壞的狀況就是維持現狀 這一定問題會解決 那根本沒有進展嘛 那我們所有收入淤泥居眠 這麼風風光光風風烈烈 到呼籲在全世界的輿論 取得多麼高度的讚賞 那還是維持原點啊 我們還沒有談完 不是只有這樣的原點 署長 這個東西裡面 國安會的那些官員啊 心目中對漁民裡面把它當成local 我想不會 完全是尊重這個 照顧到漁民的權益的 我這個我可以跟委員保證 照顧到漁民的例子 我自己在基層裡面 我自己念農經的 是 我時間有限 TIFA FTA 當時候每年我就沒頭啊 因為我知道說堆積木 現在TIFA談完啊 用每年換的TIFA TIFA談什麼 他就是不願意鬆手啊 等著你每住進來再跟你談啊 我們連固定會議 他都不願跟你落下 每一年開一次 他都不願意同意啊 都在協商範圍中間 所以署長 是 這些東西 趕快 我想主委是在整個榮漁會裡面 讓大家很值得認同的一個主委 是 是一個具有實務經驗跟學術經驗的人 主委 主委你請回答一下 要發揮你捍衛漁民的權力場 是當然 這個外交戰略不能只聽外交的 有時候呼籲的立場 是 我們應該在兩大之間扮演一個所謂的 悄悄版的位置 我想委員的指教 在台日預約談判裡面啊 我們確實也按照這樣子的原則 所以可以跟委員報告 這段時間裡面幾乎每一個禮拜 都在做磋商 好不好 是 要採取一些先生奪冷的方式 不然的話我們會被日本耍了 是 謝謝委員 好